子共享 大概是全体观众对动画最初的记忆 然而有的人的记忆是回忆 而有的人的记忆则一直在延续 始终停不下来 历久迷新 直到如今 各位大友们 你们稍稍回想一下亲朋好友的那些冠儿摸音 来进入本期视频的主题 既然给小友的作品总是让人无法拒绝 既然时光机已经成了动画区的主旋律 那我们不妨回头看一看 属于子共享的时代 到底有多惊人 子共意味儿童 是一个来源于日语的专有名词 指的是无敏感内容和血腥暴力等 适合三观未成熟的儿童放心观看的作品 本质上是一种以年龄为基准 面向作品消费者的市场定位 那一路动画一向都没有比较清晰的定位划分 国外和港澳台也大多沿用电影的分级制度 因此这方面最值得参考的还是日本业界 大致分为四类 子共享 少年享 青年享和成人享 少年享即面向十岁以上的新少年 可以包含一定程度的刺激内容 但不能太露骨 是所有分类里受众数量最多的 紫荒海 柯南这些战伴少年们 就是其中杰出代表 青年享就是所谓的十四家 未满十四周岁不能观看 除了违法的色情恐怖元素外 其他基本上不做限制 大部分都在深夜放松会以OVA的形式发行 将少年享与青年享的主流部分集合起来 就是我们平时最熟悉的那两个字 新翻 成人享也可以叫全年龄享 是那种将血腥暴力色情 黑身残 人性阴暗 作为主力卖点的童话作品 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 但那些只是一小部分 像《勾翘机动队》 见风传起这种黑暗风作品 才是真正主题 最后是子共享 面向的是三到十三岁的未成年人 通常包含一定的教育和科普内容 而且重中之重在于 三观一定要正 绝不允许有任何歪曲观念的传递 日本业界对于子共享节目的态度 极为严苛 认为正因为是给孩子看就更要细致如微 不得不说 在这一点上 全世界的创作者都是惊人的一只 因此子共享动画的质量一向高得出奇 其内容让无数青少年和成年人也颇为热衷 就像我心中这位最佳代表一样 永远都不会过时 我们所介绍的子共享动画 主要来自于三个产地 国产 日本 美国 受限于文化差异和引荐时间 美国动画在我们童年里只占据了一小部分 由海绵宝王 变形金刚 飞天小女警 这种优秀的子共享佳作 更是拥有一部足以孤篇盖全堂的顶级作品 猫和老鼠 在动画的艺术性和娱乐性上几乎初到即巅峰 而且你就算抛开鹰这样的传统TV动画不谈 它们依然拥有一家动画史上真正的传奇 迪士尼动画 1928年 迪士尼制作出了那部改变世界的有声动画 《威力好奇传》 让米老鼠这一经典迎并形象走入千家万户 从此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从米老鼠到逃狼牙到威尼熊 从白雪公主到花木兰到爱杀女王 从五花八门的动物主角到一部一位新晋公主 割据与童话相结合的动画电影霸占了各大影院 一步步形成了美国特色的迪士尼动画文化 在动画电影开始从2D向3D转型后 可是当仁不让的成为了业界标杆 无敌破坏王 超能陆战队 冰雪新援 疯狂动物城 3D动画的天花板由迪士尼定义 再由迪士尼自己一次又一次打破 独占了美国动画的半壁江山 毫无疑问 迪士尼就是子宫巷里的头号传奇 虽然这两年他们对真人版有种莫名正确的执着 但你依然可以相信 当他们认真起来 没有人比迪士尼更懂子宫巷 1963年1月 一部长篇动画于日本富士电视台开始放松 从此正式开启了业界的TV动画时代 这部作品的名字是《铁碧阿童木》 由漫画大师首种之城所创作的一部标准子宫巷作品 是业界的源头 也是子宫巷动画的源头 此后十数年 一批卓越的子宫巷大师于这个时代纷纷崛起 诸如藤子F宝二雄 宫崎骏 远古鹰二 十三章太郎 你甚至可以说 那时候方兴为爱的业界 就是属于子宫巷的时代 是ACJ能发展至今的基石所在 直到70到80年代 富业老光头带来世界IP机动战士高达 和同期的宇宙战舰大和号一起 让机器人和飞船成为业界主旋律 同一时期 少年版 青小说 Gail Game 这几大动漫主流题材也纷纷崛起 ACJN的四大祖神部分正式完善 少年巷与青年巷统治了整个业界 而此时 那一批精彩艳艳的子宫巷大师 已经逐渐老去 这批引领业界最初辉煌的分类 开始轻防不接 90年代末是子宫巷最后的余晖 正时期有着诸如精灵宝可梦 数码宝贝 美少女战士 樱桃小丸子 蜡笔小心 等等相当优秀的一代童年经典 而进入21世纪后 新的子宫巷IP便寥寥无际 反复循环着吃老本与炒冷翻的过程 在如今琳琅满目的新翻里 几乎销声匿迹 小友们的收拾榜单 依然停留在上个时代 那段属于子宫巷的辉煌 大概是无法再复制了 正所谓天下大事殊途同归 日本有日本的长盘装传说 我们也有我们的动画巨像 那就是国产动画的奠基人万世兄弟 这四位大师旗下有三部 最为重量级的里程碑式动画 1925年 中国第一部广告性质的动画片 书震东华文打字机 1927年 中国第一部独创动画片 大闹画师 还有1941年 亚洲第一部长篇动画电影 铁扇公主 这部作品的影响力有多大呢 它让一位平平无奇的医学生 大受启发 从此产生了投身动画事业的决心 这位医学生的名字叫 手肘治虫 没错 世界真的就这么小 手肘大师不止一次地提到过 自己是万家兄弟为偶 曾专程来中国拜访过万来明 并满怀深情地将这一经历 呈现于他生前最后一部作品 《我的孙悟空之中》 《我的孙悟空之中》 我认为你最想会见到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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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是 其實是公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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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里的各位 基本都已经过了子宫像的受众年龄 但我们还是会时不时点开一部子宫像就停不下来 依然会和人兴高采烈的讨论这些孩子的动画 一个又一个的刷着子宫像相关的视频而乐此不疲 不仅仅是因为童年的滤经或者怀旧的感情 只有真正热爱动画的人才明白 子宫像动画所带来的岂止是童年的陪伴 更是在任何年龄都一样的纯粹的快乐 总能让我们从中找到发自内心的振奋 这就是他给我们这些大有最好的意义 也许有一天 我是说也许 我们会对所有动画都失去兴趣 也许你觉得自己不再年轻 生活已经快把你变成一个无趣的中年人 但现在 打开一集猫和老鼠 打开一集哆啦A梦 打开一集你童年里无可替代的独家记忆 只要还有他们在 那我觉得一定不会是今天 那么以上就是这期子宫像杂谈的全部内容 别问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文案写着写着 就突然就删起来了 可能收集这些资料时 莫名触到了我某个亢奋点 写完了又舍不得闪 只能硬着头皮露出来这样子 一键查询UP当时的精神状态 最后喜欢这个杂谈系列的 请点击关注按钮 无论新老观众都行查案 打不知一键三连爱 就别忘了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